市府前一天爆料 12月初有11瓶莫德納疫苗过期 指挥中心澄清是拿去动物实验使用 让台北市长客问者大酸 想问是哪种动物 但卫福部传染病防治 咨询会召集人李秉颖却预言 明年2000万剂的次世代 跟加强剂莫德纳疫苗 一定会销毁一堆 强调宁可销毁 也不要让有需要的人打不到 另外先前学生施打BNT疫苗 心肌炎频传 台大医院结合了四所学校 在疫苗施打前量测心电图 希望可以提前找出高风险族群 市长客问者上午也亲自前往视察 这一个成本的 客问者视察近中学生心电图检查 早期侦测 因为校园第二季BNT16号正式开打 先前学生打完出现心肌炎 让一堆父母先驾驾 全校有70%的学生要施打第二季 不打的当中有20%是他们 希望在学测之后 不打的原因最主要都是高三 考试之前能够让他们的身体 不要有其他的异状 其实还好 少运动啊 多喝水 到时候打完应该就是顺其自然 多休息 学生自己心放得很宽 但台大医院结合建中成功等四所学校 超过5000位学生 在打疫苗前两次检测 要找心肌炎高风险族群 有一点疑问的 这些学生会优先通知 然后请他们去做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第二季比第一季高 男生比女生高 如果有必要的话 你们要不要加吗 有签钱啊 这些都很会讨钱 签不够啊 我们来买1000万啊 结果现在只摸到180万 只是荷包深浅 决定研究范围 晴天北市更曝出 12月7号 有11瓶莫德纳疫苗戒期 指挥中心坦承 拿去动物实验 却被柯文哲反唇相及 不用解释太多人 现在说我们没有用完 我们是拿去打动物 我很讲也是打哪种动物 就是不要越讲越怪的 就像明年我们买了2000万的莫德纳疫苗 那个一定会消费一堆的 宁可消费 不要让有需要的人没打到 李秉穎却预告 未来疫苗销毁恐成定局 浪费与追求覆盖率之间 疫苗政策持续拉扯 接着我们讲张远杰 谈不到